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底要什么 我希望我们可以捕捉到这个镜头 抓住模特儿自信的表情 然后 第二个镜头 至少用一个钟景 可以诠释服装整体的效果 你笑什么 没有 就是我突然想到了 你刚刚到公司来的时候的样子 我觉得就是在一转眼之间 现在 你居然已经坐在我的对面 跟我讨论分镜头了 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很神奇不是吗 喂 夸你呢 你是不是应该 好好感谢我一下啊 没问题 我请你吃饭 我知道这附近有一家韩国料理还不错 我们去吃烤肉 我觉得自己烤的吃起来更实在 不用了 这有服务员有空调 干嘛弄自己满头满脑油烟呢 对了 我们继续讲 刚才那个 你刚说的哪个镜头 全景 全景拉开之后我希望它应该在跑动 完全不应该是站立的状态 诠释出飘逸的感觉 小玉 恭喜你啊 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你们有空啊 可以到我家里来做客 外面有个大院子 也可以来烧烤 诶 我们还是在海边待着比较自在 你看你这这么高级又这么干净 万一弄脏了或者像上次一样烧起来 贝贝 要不你搬过来住吧 我一个人住也挺冷清的 我们可以住一间房 晚上可以聊聊天 不用麻烦了 住在这里不太适合我 我还是住在海边好了 你觉得哪不适合你 没事我可以找装修公司的来给你改 不是的 我还是喜欢简单的生活 这里我住不习惯 阿鹏 不要乱动人家东西 干嘛至于嘛 我就是看一眼 没事 阿鹏你要喜欢的话送给你 没有 我就随便看看 这么名贵的盘子拿给我吃饭 我吃不下去 这个是哪来的 好像跟这儿的装潢不太搭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看一下 没关系 陈希 贝贝我说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你看这儿这么多奇珍一宝 万一再摔了把咱仨卖了都比不起 陈希 再坐一会吧 不了 我们回去路远 趴走车 下回再来不好意思啊 走吧走吧 不好意思啊 走吧走吧走吧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没事 还说没事 心事重重四个字 就写在你脸上 真的吗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不辩驳了 你觉得现在的小鱼怎么样 大概没人猜得出来 小鱼的成功会来得这么快吧 现在的茗玉和过去我刚认识的她 变化好大 简直像两个人似的 我想 时间过得越久 她的变化 也只会越来越大 成功真的会改变人 那也要看你怎样定义成功 你还喜欢小鱼吗 你还喜欢小鱼吗 对不起 我不应该 没关系 这就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 茗玉要的那种幸福 我根本给不了 而且现在的她 就算身边没有我 也一样很幸福 你很想不回头 你才像个人 你不想不回头 你也不想不回头 我现在想不回头 你让我看你 我再看你 你也不想不回头 你也不想不回头 我更快 你要不要再看你 菲菲 你听过平行世界的说法吗 什么 天上的星星几百亿颗 或许其中 就有一颗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星星 也叫做地球 那个地球上也有一个宋晨曦 一个贝贝 一个阿庞 一个 没有小玉吗 有 在那颗星球上我们是一样存在的 可是或许命运会大不相同 也许那里的我只是一个 简单的上班族 心里作着环游世界的梦 可是却永远无法实现 阿庞就不一样了 他可能事业有成 很有钱的 我还得靠他帮助 那个贝贝呢 或许 他脸没有被烧伤啊 可是因为没有被烧伤 说不定 就不会认识海边的大家 明明就在同一个城市 却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说不定那边的晨曦和小玉 就在一起啊 如果在一起 也不见得是好事 说不定他天天都嫌我穷 嫌我没出息 后悔嫁给我这个窝囊费 每天都要面对一楼一楼的账单 两个人三天一小吵 五天一大吵 全家都不得安宁 这一年发生了好多事 这一年发生了好多事 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真的很难令人接受 但最终还是发生了 在引导我们 走向不同的人生旅程 事好事坏 真的很难说 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旅程 所以说要谢谢你们呢 陪我走过了 我人生中最难走的一段路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 认识你了 真的吗 你在这干吗 小夏 爸 孩儿不孝 孩儿没让您安详万年 我没能善事善终 我对不起您女儿 辜负了您的准准教诲 如果老天再给我次机会的话 我希望挑下去的人是我呀 也算是我对得起您的在天之灵啊 爸 孩儿在这儿给您赔罪了 赔罪了 赔罪了 小夏 小夏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您 我每天都吃不下饭 我才想起了您的手艺有多好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才想起 你在我身边我睡得有多踏实 我每天都喝得明明大醉的 我才想起我们之前的日子多甜蜜 我不奢望你原谅我 小夏 你听我们好说完好不好 小夏 你这是干什么 你以为我还是你这套吗 女人和男人不一样 我们一旦爱上一个人 就想跟他过一辈子 一旦死心 就是千军万马一拉不回来 我爱你的时候你不珍惜 你现在后悔了 知道错了 跑到这来撒勾心 你以为我还那么傻吗 小夏 小夏 是我瞎了狗眼 被外面的婚礼精迷了心情 我求求你了 再给我做机会好吗 让我好好补偿你 好 如果爸现在回答你 我就原谅你 小夏 咱们一日夫妻版人 你再给我自己机会 小夏 你给我跪去 在你老婆面前 你还有脸站起来 反正你膝下也没黄金 你就乖乖地跪着好 你这种人 活着就是败坏男人的名声 你也就是太监转世 独裁投胎 看起来人模人样 扒了这层皮 其实连狗都不如 嫂子 你说是不是 别汗我嫂子 我现在跟她没关系 有没有美女愿意 跟我一块去冲浪 哈喽 你也太嚣张了吧 还没到周五呢 你穿成这样上班 喂 广告是个创意产业 创意是需要氛围的 我就是在营造氛围 拜托 我才是负责创意的文案 你一个制片 想什么创意啊 难怪你写不好文案 心胸那么狭隘 思想那么封闭 穿得还那么土 去去去 没正经的 晚点去不去找阿旁 对啊 那小子挺倒霉的 小庞一号还没打火呢 就连他的梦想 也复制一句了 看来呀 他又得回他的冲浪店 等小弟喽 这样也好啊 省得他整日 做发财梦 对不对 对啊 他倒霉也就算了 还连陈希的船 一块都给烧了 我真的很担心 他哪天也会把贝贝 给交代了 你说什么 玉姐 我是不是很帅啊 我说船的事 你不知道吗 陈希的船被拖走了 宋陈希 你把船卖了 为什么要卖啊 我要帮贝贝出医疗费 我不是说了贝贝的医疗费 我来出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船卖了呢 那已经是在你说之前的事情了 你太忙了 大概忘记贝贝出院 已经好一阵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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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贝贝访成为师傅 真的 嗯 那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哦 我们庆祝了 为什么要告诉你 哦 贝贝说别打扰我 因为她其实也不想大张旗鼓地庆祝 所以大家也只是 简单地吃了根饭而已 没关系 你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东西 相信你 董事长 听说你最近买了一艘船 可以卖给我吗 为什么 因为这艘船对于您来说 可能只是一艘再普通不过的游艇 可是对于宋晨熙 真的很重要 这是她的梦想 我是生意人 不懂什么梦 你想要 就用双倍的价钱买回去 双倍 好 我买 那艘船上有藏宝图吗 没有 只不过宋晨熙在这艘船上 花了很多的心血 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这些 是金钱换不来的 你 好 这是我 我 是 可以 月月拿半薪 你准备吃方便面过日子啊 那 不然三分之一好了 反正这个钱 无论如何我也还给你 奇怪 以前你还钱没有这么积极呀 这次怎么了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你现在大概出海了吧 我不是说过吗 只要是朋友 以后就别跟我提传 走 看到了没有 老兄 你之前那艘破船哪 只能在近海晃晃 真要环游世界啊 就得开这艘 怎么样 我这个样子 像不像船长啊 像 像 可惜啊 我年纪太大了 没有体力开船 所以 这顶帽子不太适合我 而且 年轻人 要环游世界 不光有船开就行了 接下来 还有后勤补给 油肺 火石 鱼肺 这些才是真正的开销 没有后勤 你打算天天钓鱼过日子吗 这艘船 一定要叫逗逗好 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 我就让你当船长 赞助你环游世界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啊 你每到一个港口 帮我发五百份的传单 帮我的酒店打广告 好吗 可以啊 可以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 赞助商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人 可是 他不希望让你知道他是谁 我真是他吗 废话 陌生人 他会砸钱让你去环游世界吗 他是谁 我答应不能说 可是 我又憋不住 我想信守承诺 可是 我又不想憋出内伤 所以 你自己看着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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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玉 李明玉 臭妈妈 我王主席 绝对不会 站在女人的手里 要不你们就告诉我 要不我就告诉你们 我怕你拒绝我 所以沒有告訴你 你的夢想馬上就要實現了 就這樣把它賣掉 太可惜了 為什麼 要叫豆得好 因為我一個好朋友 他年紀比我大很多 今年應該三十九歲了吧 我見過他們嗎 沒有 我這個朋友的老公 跟你一樣 也有一艘船 有一個同樣的夢想 就是環遊世界 答應我這個朋友 要帶他和女兒 一起去環遊世界 可是到臨死之前 這個願望也沒有實行 我這個朋友 一直以為他老公沒出息 不知道上進 直到臨終前才知道 原來他老公 為了他 為了這個家 付出了很多也犧牲了很多 豆豆是他女兒的名字 所以 我給這個傳起了這個名字 來紀念他 來紀念他 不要拒絕 讓我幫你實現夢想 讓我幫你實現夢想 如果你心裡覺得過意不去 那好 就當是我借給你的 這麼一大米錢 我要掙多少時間才能還社 別想那麼多了 去實現你的夢想吧 錢慢慢還 錢慢慢還 怎麼了 我還缺一位副船長 你願意來做嗎 你要擔心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吧 活了以後 我們可以開船賽客人出海觀光 錢可能不多 但是生活一定沒有問題 可以嗎 爸爸 嗯 媽媽為什麼哭 媽媽一定是想你了所以哭了 去跟媽媽說說話 媽媽說不定會醒來哦 媽媽 今天我在學校用橡皮砸張小筆來著 張小筆說你是植物人 說媽媽再也醒不過來了 我很生氣 就拿橡皮砸了她 逗逗 這樣是不對的 以後不能朝同學身上扔東西 媽媽 我好想你哦 你快點醒過來好不好 你怎麼來了 今天怎么没去公司啊 开会你都不去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什么 我不在 他们能处理得很好 有没有我无所谓 先进去坐 有你没你无所谓 喂 你现在可是公司的重要人物 创意总监 怎么可能有你没你无所谓啊 再说 真要没所谓的话 为什么每个客户都会问 李明玉跑哪儿去了 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那好 以后每个会我都到 来 喝水 怎么样 自己晚上一个人在家干嘛呢 新家住的习不习惯 搬到这儿来住 挺好的 没人使唤我 没有人骂我 也没有人跟我争 没有人跟我抢 有的时候自言自语 这房子大的 都觉得有灰音 你不知道 以前我住在那边的时候 在客厅看电视 我爸在厨房里 他就会喊我说 小玉你快点过来 把这个菜端上去 小玉把电视关了 赶紧过来收拾东西 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喜欢跟贝贝 躺在床上聊天 可能聊天的声音大了一点 我姐就一直在隔壁敲墙 说我们俩像麻雀一样 叽叽喳喳讨厌 而且有时候 我还要跟贝贝 去抢衣柜 现在想到这些 我真的挺怀念以前的生活 以前的生活 能让我有安全感 让我觉得踏实 其实 人都会在回忆里 不自觉地美化过去 可终究还是要往前看 你说的事情 只是个意外 你不要自责了 其实 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想 我苦苦追寻的这一切 到头来还是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是的话 那为什么我得到之后 反而不快乐呢 你不快乐吗 我应该快乐对你 可是如果我快乐的话 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让我那么不踏实呢 我知道 可能是因为这一切 没有人能跟我分享 你本就容易想很多 像老毛病又犯了 现在老毛病又犯了 其实 我觉得是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快 你还来不及适应这么多的变化 可是你看你自己 你已经不是那个刚刚到Play广告的 那个被别人呼来换去 打砸跑退的小助理吗 你现在是广告界的名人 可以点视成金的人 你是Play广告的创意总监 现在眼前的这一切 都是你应该得到的 那 其实我觉得快乐很简单 就是珍惜眼前 享受现在 就算过去再美好 人 终究还是要我强开 大概是 最近让你太累了 事情太多 所以状态不好 要不出去度假怎么样 老板 那么多工作我都没做呢 哪有时间度假 您给我加呀 对不起啊 喂你好我是李明玉 办公室找到了 找到了 对 好谢谢那麻烦你把地址发给我 好 好的 找什么呢 办公室 这是哪里啊 你的办公室 我帮你租的 这里是你律师生涯的开始 我没有打算要开律师事务所 别开玩笑了啊 给 我是认真的 我没有打算当律师 律师太忙了 我还没有打算过这么忙 这么复杂的生活 那 那你为什么还要考试啊 因为我想证明自己做得到啊 我也想替自己 从小到大的律师之路 画一个句号 来完成自己对以前的期望 我现在啊 只想在海边 找一份工作 租一个房子 每天晒晒太阳 有空还可以去冲浪 过这样简单快乐的生活 贝贝 生活不是这样子的 生活是你必须先做一些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并且把它做好 你才有资格做你想做的事情 小玉 我花了这么长时间 才发现那些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我不想再浪费更多的时间 去忍受我不想过的生活 人生呢 就是要把握当下 我知道你喜欢大海 可是你不能把休闲娱乐当事业啊 你以后当了律师 放假了还可以去海边玩啊 贝贝 人是要有生活目标的 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小玉 经济基础不等于快乐的多少 快乐是在心里的 不是在口袋里 如果你过着自己不想要的生活 你怎么会快乐呢 小玉 你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看人 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可是 你以前跟我说 你要当大律师 赚钱买大房子 还可以带孩子出国去玩 这些你都忘了吗 我没有忘啊 我一直都记得 但我不觉得那样的生活 会让我更开心 我宁可好好地过每一天 也不要忙碌一年 就为了那几天的休假 我也宁可 好好地花时间陪我以后的孩子 也不要只是待他们度几天假 贝贝 很多事情 是命中注定的就像生死一样 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变得了的 可是 晨曦的船 不是修好了吗 她的梦想 马上就要实现了 是啊 是啊 我曾经跟她有一个梦想 可是最终努力了 也没有实现 我也替她高兴 梦想终于实现了 也不枉费我 那你会和她一起去梦 我不会 因为同情不是爱的 你应该知道 她喜欢的人是你 好 医生 小玉的情况有好转吗 借一步说话 宋太太现在处于最小意识状态 和植物人不同的呢 是她对外界的刺激 是有所反应的 如果她继续这样睡下去的话 也许康复的几率就非常地小 脑电波图显示 她的脑部运作是非常正常的 她或许无法和外界联系 但是呢 她潜意识的活动是十分频繁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小玉她在做梦吗 可以这么说了 她现在活在自己的潜意识里 但是呢 她能不能醒来 就看她愿不愿意从梦里回到现实了 宋先生 不要放弃希望 继续跟她说话 熟悉的声音可以刺激她的大脑 在某些案例上 可以唤醒病人 也许你太太 就是那成功的百分之五 我会的 谢谢你 不用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 姐姐 小玉怎么样了 老样子 偶尔眼睛手脚会动一下 不过医生说 那只是一般的生理百年 辛苦你了 好 只要小玉能醒过来 再苦再累都知道 姐夫她情况怎么样 你生疏 差不多了 大概 只剩这么几天了 有什么我帮得上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不用 你照顾小玉就好 妹妹 姐姐对不起 你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好好对待过你 也从来不听你的权 如果我当初听了你的 爸爸也不会走那么走 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子 小玉 姐姐向你道歉 小玉 这花好香啊 你来闻闻看 你来闻闻看 看香不香 你来闻闻看 已经凉了 很好喝 跟小孩似的 姐 姐 她这是怎么了 她出车祸 瘫痪了 老家没亲戚感人的 她需要人照顾 姐 姐 我曾经 恨不得掐死她 替爸报仇 也替我自己赎罪 但现在我想开了 仇恨除了让我更痛苦之外 我什么都得不到 我如果放不下仇恨 我都不知道 我接下来该怎么往下走 她虽然是个坏人 但好歹曾经是我丈夫 虽然她对我不好 但我们毕竟负起一场 小语 对不起 我真的没办法丢下她不管 我真的没办法丢下她 查证 可以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语 你听到了吗 老婆 小语 你听到了吗 小语 你听到了吗